美國對敘利亞的非法掠奪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在缺有少量的悲慘境避下 敘利亞人民的這個冬天恐怕將更加寒冷 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 美國開始在敘利亞東北部地區非法駐紮軍隊 並且支持反對派武裝、敘利亞民主軍等組織 進行盜彩和非法走私石油 天然氣、礦產等等的資源 但去年上半年已經有八成三以上的產油量 遭到美軍和他的僱傭兵掠奪 近日有報導指美國在敘利亞再次使用53輛運油車 將從敘利亞非法開採的石油運往伊拉克的基地 在北京外交部對於美國的強盜行為有什麼看法呢? 據敘利亞政府官方數據 2022年上半年 續美日石油產量的八成以上 都遭美軍非法偷運 就在本月初 美軍就動用了60輛油罐車和卡車 大肆盜運敘利亞石油和小麥 美方的強盜行徑 正在加劇敘利亞的能源危機和人道主義災難 敘利亞人民的生命權正在被美國無情侵害 美國盜取敘利亞資源十分貪婪 對外提供軍事援助卻十分慷慨 動輒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然而無論美國是取還是雨 產生的結果都一樣 那就是使別國陷入動盪和災難 藉此維護美國的利益和霸權 這就是美國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帶來的現實 景點 《美國所謂基地評論》 《美國int Yaz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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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 》 感谢观看